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泽连斯基前往地球上最危险的巴赫木特战场 众所周知,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当然是俄乌战争 那些正在发生的区域 而其中最最最危险的就是巴赫木特 因为双方在那里集中了可能多达十万大军 巴赫木特可谓是炮火连天 各种各样的武器 不管是北约的武器还是俄罗斯的武器 都在那乘威风 所以说巴赫木特是最危险的地方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胆敢前往巴赫木特 但是今天泽连斯基就前往这个地方 而且他前往的地方 是被俄军三面围困的最前线的战场 赫连斯基在那里面视察了前线军队的防守 并且向他们表示魏文 同时给向一些表现杰出的军人颁奖 另外也有消息说 赫连斯基这次前往巴赫木特的时候 还带去了一支强悍的坦克部队 这支坦克部队装备着德国的鲍尔坦克 这支部队在这之前一直在接受训练 现在已经训练完成 而且据说他们已经开往巴赫木特进行作战 最近也有人披露 巴赫木特为什么乌军要实施守住呢 原来巴赫木特在金属加工厂内有一个地下堡垒 这个地下堡垒的规模不详 但是据说它被挖出了大概有十来层的空间 而且它能够保护弹药 和一些重要的作战物质 而且墙壁极厚 可能当年是为了使用一些比较安全的液晶炉在地下 就有点像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 而且据说最深能够达到320米 很可能是一个地下堡垒 所以说乌军充分利用地下堡垒 作为大本营和据点 所以坚持抗战 而俄军对地下堡垒也许知道 也许不知道 也许俄军认为自己有成功的占领 马里乌波尔的经验 所以也能够占领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 很可能超出外界的想象 因为无论是俄军或者乌军 都不会对他的地下堡垒过于宣扬 因为这个堡垒对双方都非常重要 而且可能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两者知道这个堡垒的重要性 这也许才能解释为什么俄军要不惜一切代价 攻取巴赫木特 而俄军为什么要死死地守卫巴赫木特 当然对于这个地下堡垒到底有多大规模 外界到现在为止也就不言而 就是说也就不太清楚 另外就是岸田文雄邀请泽连斯基参加集齐峰会 日本是今年的集齐峰会的主席国 而且即将主办峰会就在日本进行 泽连斯基总统目前受到了邀请 而且预计他将在日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因为日本人非常崇拜强者 崇拜像泽连斯基这样的大英雄 G7曾经是G8 第八个本来是俄罗斯 但是2014年普京指挥俄军侵略乌克兰 占领克里米亚之后 西方七大国一起进行制裁 结果俄罗斯就惨遭淘汰遭到驱逐 现在日本邀请泽连斯基去参加G7峰会 对普京来说是一种耻辱 甚至有人说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通过这个耳光国际社会告诉普京 你完蛋了 你现在成了一个罪犯 你现在是一堆狗屎 另外重要的消息就是中共向俄军提供大将无人机 拜登政府上个月曾经发誓要打击 向俄罗斯出售关键军用技术的公司 从而遏制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中国无人机仍然在不断的流入俄罗斯 无人机现在在俄乌战场上充当着空中之眼的角色 无人机以前在战场上被注意 人们很多以为都是伊朗的无人机 现在事实证明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 有的仅仅是贴上了伊朗的标牌 据一个第三方数据供应商提供的 俄罗斯官方的海关数据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年时间里 就已经有大量的无人机和零部件进入了俄罗斯 大约1200美元 但是熟悉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人指出 实际数据很可能是数据的十倍甚至一百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善于造假 这两个国家的海关都可以胡乱填写一些别的东西来造假 甚至中国向世界各地的出口都存在着造假行为 比如说出口美国的经常是一些纺织品或者化工产品 其实里面包含的都是毒品 像俄罗斯出口的武器 通通可能都写着肥皂日用品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现在西方很难确定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无人机 到底数量有多少 但是至少有那么多 而且美国还难以确定 这些无人机是否包含美国技术 或者它们是否合法 而且这些无人机大部分来自最著名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 还有其他的产品来自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小公司 而且是通过很不起眼的中间商和出口商进行转销 也就是说中国进行了故意的隐蔽 如此复杂的出口销售渠道以及海关数据对产品的模糊描述 让人难以确信到底中国出口了多少 到底其中包含了多少美国的零部件 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 所以俄罗斯战争到现在一直有稳定的无人机供应 而且它们被广泛运用在前线侦察 尤其是大疆无人机那种四周无人机 数量最多 但是这种无人机质量也很差 一般使用几次就会被炸毁 现在乌军广泛使用机枪 甚至自动步枪来射落中国的大疆无人机 所以说俄军要想在前线维持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 就必须中国源源不断的供应 现在西方认识到 无论在外交经济还是军事领域 中国都现在是俄罗斯战争的一个支柱 也就是说向俄罗斯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而且中国也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 所以说它源源不断的为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 大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大疆已经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大疆出口的产品在26个不同品种当中 雄举第一 大概有一半的产品都是来自大疆 所以说习近平或者说中共 千方百计支持俄罗斯的证据 是大量的 是确凿的 所以说中共的此举 有可能引发美国 以及北约国家 向中国进行更强有力的制裁 可以这么说 习近平这一次访问普京 基本上就向世界宣示 中国已经与俄罗斯肩并肩站在一起 对抗人类文明世界 对抗北约 对抗美欧 所以说这个方向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跟俄罗斯也许 是这个换得换失 双方都想赚点便宜 但是呢 总的合作势头呢 已经难以避免 而且呢 此举呢 已经使得呢 就是习近平把中国 拖入了这个 人类文明世界的对立面 所以说呢 未来遭受文明世界 更严厉的制裁 来自军事打击呢 已经难以避免 再来自军事打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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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自军事打击呢